我叫Alex,我姓斯,来自麒麟保险 我们公司是代理房屋汽车,生意,劳工,能寿,甚至教育基金,或者退休金 其实跟保险相关的都是我们做的范围 我们公司是在法盛,但现在我们有做全美二十几个州的这种保险业务 所以任何关于保险的问题都可以跟我联系 然后我们今天做这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直接打在chat里面 可以把这些问题都先问 到时候我这个presentation结束完之后,我会一一解答你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讲那个房屋保险这一块 因为这个财产险这边的P&C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房屋汽车,生意,劳工 那我今天主重讲这个房屋 但是这个idea是可以apply到车,生意,这些都是一样的 那我主要讲房子,但是呢 如果有任何关于汽车或者生意的劳工都可以问 你在那个challroom里面直接问就行了 到时候我会留时间,注意回答你们的问题 首先呢我们讲一下什么是保险啊 保险的话呢就是就是通过付一个保费啊 把我们这个风险从我们自己转给那个保险公司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是风险比较高 那你的保费就会比较贵 就是一个转移通过付保费而转移风险 一种这么一个合约就是保险 那在做保险的时候呢 我们有两个很重要一些理念啊 是大家需要明白的哈 首先呢第一个呢是叫proof and loss 另外一个叫proof and binding proof and loss 因为大部分的人知道这个保险 都是通过人寿保险开始的哈 那人寿保险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买保险的时候 只要你能证明你 就是说买保险的时候里面所填的那些内容是对的话呢 那他就可以理赔 比如说你刚买这个人寿保险的你身体很好 然后呢之后生病了 但是你当时买保险的时候里填的内容是对的 那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事能过失 他就可以赔偿 他人寿保险有两年的这个时间去审核 如果超过两年的话 他就不会审核的 他就直接就会赔了哈 所以很多人都是 通过这个人寿保险 而了解到这个保险这个赔偿的方法 他就把它用在这个防护保险 跟汽车保险商业保险这边上面 其实不太对的 我们做财产险 讲的不是proof and finding 不是说你要证明你买的时候资料是对的 而是说你需要证明在你索赔的时候 你的保单的内容跟现实要相符合 才可以得到赔偿 所以说我们做防护保险 汽车保险这方面的话呢 我们用的是proof and loss 跟人寿保险proof and buying 是完全相反的 这也就是很大部分人对这个防护保险的误解 就在这里 所以说因为我平时班客人做保单 也花很多时间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些培训 就给大家做一些保险方面的一些支持的一些普及吧 那我们这个防务汽车保险的话 它用的叫proof and loss 那proof and loss 意思就是说当一般发生的时候 你的保单的内容必须和现实相符而长 保险目的才用于赔偿把你这个房子给盖回来 对就这个意思 那保险呢 房屋保险有哪几种种类呢 就是其实有很多人以为就是一种啊 你买了一种呢 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赔 其实大家不太正确啊 房屋保险有分很多种 那最主要的话呢 有四个类别 那第一个类别呢 是自己住的 这个房子是你自己住 就是你花了很多钱 然后买一个房子 然后自己住在那边守着 那这种风险是不是最低的 是吧 所以第一种是自己住 然后第二种呢 是所谓出租 就是你日移不在里面住 完全租出去给房客的这种房子 所以叫出租 那第三种呢 它是空房 就是这个房子是空的 没人住的 再下来的话呢 是在装修 这个房子也是空的 但是还在争 还有一种就是 空的同时还在装修 像这种四种的保险的话 你们会觉得哪个风险会比较高 你也可以在channel里面说 但是呢就是说 按这样分析的话呢 应该是自己住的风险是最低的 所以我刚才讲过就是你自己 每天在那边看着守着 是吧 所以这种风险是最低 那出租的话呢 因为你是租给房客 那房客肯定不会像房东这样 那么去花那么多心思去保护这个房子 是吧 所以变成的话 出租的话呢 风险会比自助高 那接下来就是空房 空房有很多人以为空房不就最安全了吗 没有人在那边不就 不就不会发生什么事啊 那其实往往相反 空房的意思就是没人管的意思 如果这个房子是空的 那在冬天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开暖气 或暖气工不工作 有没有报水管 有没有人进来把房子给砸了 或者有没有人是 you know break in 到你的房子里面去 或者有些地方啊 他们房子一丢空桌 就有很多这种无家可归的人 直接搬进去住了 所以你也不知道 所以空房的意思就是没人管的意思 所以它风险会高很多 那在装修的话呢 风险就更高了是吧 你应该反正你在接个水管 他都可能把水管来接个店 有可能是着火了是吧 那你做一个什么拆个什么东西 他可能令到房子给倒 给弄倒塌了是吧 所以装修的风险呢 是这四种里面是风险最高的啊 所以说我们保险要买对 就根据你的风险付相对应的保费 而令到保险公司会愿意赔偿 你的损失当意外发生的时候 那具体保险房屋保险到底保什么啊 很多人称房屋保险为火险 这是很多人以为就是房屋保险支配火 就是火灾啊 所以他们叫火险 其实不难啊 房屋保险其实就算你买个最简单的一个 最低的一个一个package啊 他也不止就保护啊 比如说最悲喜的会包什么呢 首先第一呢是包他房子的主结构啊 叫Drawling 就是我们你把想把这个房屋保险啊 想象成是一个套仓一样 那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他的房 主房子的结构是吧 嗯 就是说我们讲Drawling 就是主房子的结构体 就是你主要这个房子叫Drawling啊 那第二个保的东西叫Arter structure 叫其他建筑物的话呢 比如说你有一些独立的车库啊 围栏啊 只要就在你这块地上面的建筑物 跟房子没有相连接的一些建筑物 叫Arter structure 它这个也是保的啊 一般来讲都是给你这个房屋保险 主房子的10%作为一个额外的一个保险啊 第三种就是个人财产 就是说你买了这个房子以后 是吧 那你肯定有一些家具啊 电视衣服啊 要搬进去是吧 所以你会有一些个人财产 那个人财产一般来讲 会给你50%啊 那有一些package的话 你也可以不买个人财产 也是可以的啊 所以个人财产是比较灵活的啊 那什么是个人财怎么区分呢 就是很简单啊 就是说如果你买这个房子 能搬进去的东西啊 它基本上属于个人财 他们的定义叫做 Easily removable property 就是很容易拿走的 那再简单的去分析的话 就是把这个房子 我能把它倒过来的话 能掉下来的东西都属于个人财产 那固定墙上面的东西呢 就是属于房子的主房子的一部分 还有是什么呢 还有第四个呢 是属于loss of use 和loss of income 就是说保险公司会帮你考虑的很多东西啊 就是说万一这房子着火了 那房子住不了 那你是不是要到外面租个房子住啊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叫loss of use cover 给这个房东给他一笔钱 到外面去租房子住 还有租这些家具 那如果你这个房子还有房客的话 比如说有两家庭自己租一层 租出去一层 那你会有房客 那房子烧的时候 房客可能就搬走了 因为他住不了 那这个房客一搬走 那你是不是也会损失一些租金的损失 就没有收入了嘛 那保险这边呢 他还会给你提供这个rent income 就是租金的损失 一般来讲这两个加强大概是 你房屋保险的百分之二十 比如说你房屋保险保的是40万 那百分之二十大概是8万块这笔费用 可以给你做一些保销 这四个呢都是属于财产类 我们这个行业叫 property and casualty 就是财产跟责任 所以一般的话每一个保单里面 都有包一部分的财产 还有一部分的财产 责任险 那什么是责任险 责任险呢是包就是说 万一是因为房东的过失而令到第三方受伤 或者第三方的财产受选 比如说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说 你有人在你门口发打了受伤了 像这种的话呢我们保险公司呢收到这个告票的法庭告票的时候我们保险公司会先替这个房东去打官司如果打输的话呢我们一般的保额是在这个50万那有一些保单的可以做100万还是建议客人尽量买高一些这个就是万一因为房东的过失令到第三方人受伤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说他们受伤那个人呢必须要证明是房东的过失而令到他受伤 这个字很重要 过失 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人在门口摔倒那个马路是平的那刚才有人走过他穿了一个十寸高的高跟鞋他自己摔倒了地也平的也不滑也没有下雪他自己就是走了可能左脚踩右脚了摔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当然有人在门口摔倒他一定会告你来告这个房东 那我们收到这个保险公司收到这个法庭的告票的时候肯定会去打官司的那他们就很难证明是我们房东的责任他受伤他可能自己踩到自己的脚了是吧所以像这种呢我们官司会打赢就不一定说我们房东被告就一定会输他们必须要证明是房东的过失我们这个官司才会把钱赔给对方 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理念 所以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关于保险赔的范围是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房屋保险它并不是什么都赔的 因为我们这个保险呢其实就是一个意外性的保险 意外性 所以我们保险的房屋保险是不包维修 所以这个令呢很多人就会有很多误解 就是说反正我他们大部分人会觉得反正我保险买了之后呢不管发生什么信息保险公司都会赔 所以这个其实不太对啊你首先呢你要买对的我刚才讲 就说自助出租空房 所以首先这样买对的第二呢他们保险我们这个意外性呢 这种保险支配意外那什么是意外什么又是维修 那意外性呢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条件必须要满足啊 第一是突然间发生 第二呢是不可预料的事件 突然间发生不可预料的事件 两个要同时发生那才是意外性 举例来讲啊火灾 火灾是不是意外 应该是啊 因为呢第一火是不是突然间发生 不可预料的因为烧一下就烧起来 然后你不可预料什么时候会有火烧起来 是不是所以这两个同时结合那就是意外 那如果说你能知道火什么时候开始烧的话 那就不算是意外了 那就是肯定是有人放火了是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当然别人犯了就是犯罪了嘛 这就不属于意外了 所以说如果是自己犯了 那反正自己犯了更加就是一个纵火了 就不是意外险了 那维修什么是维修啊 我们做这个防火保险的时候呢 最多的索牌是在屋顶那边 那屋顶如果这个屋顶呢 比如说啊一般你们装了一个屋顶之后 他们会告诉你啊 这是20年WRNT或者30年WRNT 那就什么意思 就是说20年30年以后 你这个屋顶本身就是就会坏掉了 就是要重新要做了基本上 所以这样的话呢 意思就是如果你这个屋顶装好的时候 随着时间这样用啊 你可能过个10年15年之后 开始这个屋顶会变成老化了 然后呢就是它上面那一层会越来越薄 会有些缝啊就会越来越大 这样的话有下雨啊下雪啊 它就会水就会渗进来 那刚开始你看到时候 可能就有一点点水 后来越来越多 后来越来越多 后来就开始整屋顶塌了啊 那这个坏这个过程呢 我们叫wear and tear 就是属于维修 因为它不是突然间坏的 它是长年累月而造成的 所以说不是突然间坏的 这是长时间而造成的一个损失 那如果就说一般来讲 你装了新的屋顶 老到二三十年的时候 这个屋顶本身就会坏掉 本身就会要重新做的 所以屋顶的老化 它是意料中的事 所以说屋顶如果因为用久了而造成漏水的话呢 它是属于维修 它不属于亿万钱包的那个范畴 所以屋顶老化而造成漏水 在房屋保险去索赔的时候 大概率都是不赔的 OK 这个就要大家都明白 这个保险包的就是意外性 但是什么时候它屋顶这种会赔呢 比如说风灾的时候 不管这个屋顶老化到什么程度 那如果风灾到的时候 一个龙卷风把这个整个屋顶给掀了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 它就属于意外 因为第一 风是不可能没有人预估风是什么时候来 然后第二呢 就是突然间发生 因为一下子给卷走 不是说慢慢坏掉 所以风把老化的一个屋顶卷走的话呢 多像这种事情发生的话 那这个索赔呢 是定义在风在那边 所以它就属于意外性 OK 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 到时候可以问 就是要明白一个意外跟维修的区别 我们刚才讲的房屋保险就包那么几大块 具体来讲的话 哪一些风险它是包的呢 第一我刚才讲就说你买个最basic 最普通的一个房屋保险的话 它也会包这几个东西 我刚才讲是说 有一些人会把房屋保险叫做一个火险 火险 很多人想象中一个火灾而已 这是最basic的方法 那它总共呢 基本上是有三个不同的package 我们不太建议买这么basic的一个房屋保险 我们一般都建议客人买这个叫波幅 什么是波幅呢 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中间的一个package 那波幅呢 是包上面basic这些所有的都包 我在这些都包 再加上下面这几项 比如说外来物体坠落 在basic里面 它只有飞机掉到房子里面才会包 那如果你买个波幅的话呢 就任何物体掉到房子里面都包 还有房屋倒塌呢 来冰雪压塌 有时候呢 下雪下太多的时候呢 如果这个雪还没还没来得及化掉 又下一层水 又下一层的话呢 这个雪其实在屋顶上是个非常重的 有可能会把这个屋顶给压塌了 所以像这种呢 它是可以包的 还有我们华人的第一个claim 最多claim的一个地方就是水管动力 因为大部分华人好像这个暖气 都是开的比较低 造成水管动力 所以这个呢 风险呢 就是也是要注意 一般如果是温度太低的时候 我都会发一个东西出去 叫所有的我们的客人 最起码在这个非常冷的那么几天 把这个房子的温度调高 大概5度这样 因为呢 有时候呢 你必须要让所有的地方都暖起来 你不能说开那么60 67基本上你这个暖气是不会动的 我有人在里面住的 但是你暖气不动的话 就有一些地方呢 特别是靠那个窗啊 或靠外面的地方呢 它就会减冰那水管就会冻裂的 所以说如果买波缝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包水管冻裂 还有这个水管爆裂 水管爆裂就是这些管隐藏在墙里面 然后突然间爆了 叫水管爆裂 还有热水路也会爆裂啊 爆炸 这些都是在波里面都会爆了啊 所以我们这个basic form还有bought form 我们都是叫做name pro policy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档子里面 列的东西啊 它有列出来就包 没列出来它就不包 所以这样的话呢 那有一些人就会比较担心说 那万一这个发生 万一那个发生怎么办 是吧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第三种package吧 我们叫special form 那special form呢 它就反过来讲 它就包括所有的风险 除了在报单里面说 它不包的风险以外 那肯定有几个东西 肯定是不包的 比如说地震 战争 核爆 水灾 这四种呢 是本身 不管你买的最差还是最好的pack 它都不会包这个 这四种 其实保险公司特别不想包的 就是那种大面积毁坏的东西 像地震 整个一阵 整个旅游岛 像这种是大面积毁坏的话 其实保险公司是 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赔 可以是这样 如果你说就那么几栋房子 烧 不管你怎么烧 它都有钱赔 比如说一整个纽约都没了 我觉得就算美国政府 它也赔不了 我觉得 所以变成的话 大面积很坏 通常都是不包 但是呢 水灾呢 你可以单独买 有个叫水灾保险 可以单独买 然后像战争 这怎么赔呢 一个原子弹过来 大家都拜拜 就赔不了 是吧 所以说 special phone里面呢 它会列出来 有哪些东西是不赔的 然后呢 如果它没列出来不赔 那就赔 那就会帮 所以这个叫special phone 所以如果 这个房东 比较担心 是保单包的那个范围的话呢 那我是比较建议 他买一个special phone 那如果你觉得 我就需要一个经济实惠的话呢 那你可以买个播风 那就是中间那个 那我是不太建议客人买basic phone 因为这里面会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的内容 就是水管动力 这个呢 很多 你不要看那个水管动力 如果真的是水管 爆的话呢 水管爆起来的话呢 它这个损失是很大的 如果你想一下如果在屋顶上面跟屋顶那个衡量位置那个开始爆的话呢 那你懂它整个房子被水泡的话呢 但是损失也是非常大的 好 所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就是有很多我们的华人朋友都有买很多co-op 来cando 就是在法身这里因为cando co-op盖很多 有些买房子 有些买co-op 其实所有市面上这些风险保险公司都有自己的一些package来保护这些不同的风险 那co-op cando呢是属于一个保单呢叫unit owner policy unit owner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买一整栋啊 他只买一个单位 一个unit的owner 就是一个单位的屋主的保险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package 叫h-06 homeowner6 h-06 power就可以包括这些东西 他保的范围呢就是保这个单位里面的一些室内装修 就是就用室东墙啊地板啊厕所啊这些啊 这些是属于就是说这个unit owner需要包的啊 这些我们做房屋保险的时候我们他们我们叫这个主房子的那个结构 那对这个cando core来讲就是里面的墙厨房 环规身间地板天花板这是这个unit owner需要包的这个财产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自己做的 他有自己个人的财产是吧 然后再加上一些责任性 比如说奶币我他有一些朋友来他这个房子里面就是比如说吃个火锅啊什么呢 他地下有油啊他踩了摔了那这也是属于这个unit owner的一种责任性 需要赔给受伤那个的或者就是他这个单位里面包水管了 你造整栋房子给泡水了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种在这个cando这个unit owner power里面是都可以买的 那还有一些人就问那如果他只是一个租个房子 就是一个租客而已他要买保险吗有这种东西吗 其实也是有的啊那租客要买的东西呢 这个package呢叫做etro for owner for 这种叫renter insurance 那renter insurance包的方案就是房客自己帮进去这些财产 比如说他的衣服啊家具啊电器也是属于房客的财产 再加上房客的责任性 来就是说房客有时候也会有责任在里面 比如说房客的朋友过来摔倒了 那跟房东没关系是房客令到这个拖了一个地地湿的 然后他的朋友摔倒有可能是吗 所以或者房客他自己在煮东西的时候 忘记关火了把这个房子给烧了 那那那他烧了这个房子又令到他隔壁前左右下面 整个都被消防局过来喷水喷湿的时候造成很大的损失的话 那谁是主要的要负责的 其实是房客造成的 那房东有可能有部分的责任啊 但是大部分的责任是在房客这边 是吧所以如果房客没保险的时候那怎么办 每个人都去告房客去了 房客有可能会损失很大的一个责任 所以说房客自己买一个责任性的话呢 对本身自己这个房客本身也是一种保护 那对房东的话也是一种保护 因为房客的保险会在前面先把这些责任性先赔了 不会说他直接跑了 然后呢剩下丢一个烂摊子给这个房东去处理 是吧 还有一个一个也是一个 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理念 第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刚才讲 Proof a loss或者Proof a binding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跳过第二个 这个是第三个第三个呢就是你只能买你自己的风险 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别人的风险 别人的财产其实你是不可以帮他买的啊 那什么意思呢如果你可以帮别人买那那那这个就有点乱套 我简单举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走过一个一个房子 你看这个房子好像有点快倒了 然后你看看火都在那边煮东西的时候 你看风险很高 说就分分钟会把这个房子给烧了 那如果你看这个情况说哎我赶快把这家 building 买个房子买个房屋保险写我的名字 保这个地址 然后他 somehow他真的是烧起来了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觉得保险工作会赔产给你 对其实不会的 因为房子根本就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财产你就不能买这个保险 所以你只能买你自己的风险 所以你的风险你能买不是你的风险你买了他也不会赔给你 所以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你不要替别人买保险 别人也不能替你买保险 大家各买各的保险 所以你只能买你自己的风险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这句话呢 简单的把它放在我们现在说的这种 我讲这个有些时候他们会听得有点复杂 我就讲那么一两项比如说室内装修这个我刚才讲的墙啊 天花板啊 厨房啊 卫生间这些 这些东西是属于房东的 是属于这个这个 如果你是一个房东 如果你是一个房东 你买个扣号保险的话 这些室内装修肯定是保的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房东的 那对于租客来讲它是不保的 因为这些是工厂 厨房卫生不属于房客 明白 所以说因为他不属于房客 所以做房客这个 H04里面的话呢 他自动就不会报这个室内装修 他会报他的个人财产 但是不会保存内装 因为不属于他 那如果你把这个看着拿去出租的话呢 他这个保险里面就不会包个人财产 因为这些个人财产是属于房客的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明白吗 我最原来要告诉你们就是说 谁的财产谁买保险 不是你的财产 你也买不了 买了他也不会赔 因为在索赔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确认这个人是不是这个房子的房东 他不是他就赔不了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呢 买保险的时候 我们其实很多人也不会去查 你这个房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因为你说是你的 他们就给你卖给你了 因为他知道不是你 你买了也是白卖 是吧 是这意思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就要区分起来 就说你自己的财产跟责乱在哪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保险来保这方面 那接下来就说 如果你保险都买对了 那怎么样能节省一些保费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几个方法 第一呢可以看这个deductible deductible就是他制服 是吧 比如说有异丸发生之后 多少钱之内是你自己要承担的 超过的部分 就是保险的负 我们叫做deductible 那一般来讲 deductible你的制服额又高 就是你自己要 房东要承担多一点 那就是保险公司会承担小一点 应该是吧 你制服额又高 那房东负责又多了 剩下的保险公司负 所以deductible又高 保费是有便宜的 那多少钱是个合理呢 就是说你也不能现在这个 突破膨胀的钱的贬值程度的话呢 就不应该用500块钱的deductible 就有点太低了 像随便买个门都不是500 甚至买个窗子就好几百 所以说500的deductible 是不太适合的 所以现在一般来讲 用2500的deductible 会比较好一点 就说从1000块的deductible 变成2500的话 大概能省个100块钱左右吧 所以 所以deductible高一些比较好 但也要合理 不能太高 就是一般的房屋保险 就不应该用到 5000块的deductible 目前来讲的话 2500是比较合适的 那还有个叫hurrikan deductible 台风造成损害的话 你自己要付多少钱 你的支付额是怎么算的 很多保险公司用的是5% 比如说你的房屋保险 是保40万 那5%呢就是2万块钱 如果台风把房子弄坏的话 你自己要先承担2万 剩下才是保险公司付 这个叫hurrikan deductible 因为我们有些公司 它是其实可以用到2%的 所以说如果可以用到2%的 比较多会比较好一些 所以我会建议用2% 比如40万的房屋保险 2%是8000 8000以内是几付 超过8000就是保险公司付 所以如果可以用2%的hurrikan 就最好用2%的 下面就讲replacement call long amount还有market price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三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第一呢什么是market price market price就是这个房子 在市场它能卖多少钱 就叫market price 纽约的房子很贵 随便一个一家庭都是100万 就是它卖出去的价格在market price 然后呢long amount 那就是贷款贷多少 因为房子贵 它贷款可能也会贷的比较多 比如说这个房子能贷70万 那这个是long amount replacement call 就是它的重建费 因为就算你的房子买了100万 贷款70万 ok 然后当时实际上这个房子 就1000多次 那再去重建这个房子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40万而已 所以在对我们房屋保险这边 其实你买到40万就够了 这是你的重建费 就最坏的打算 把房子属性盖回来 也就是40万而已 所以对我们来讲 作为一个房屋保险 我们就卖你40万 我们觉得就够了 因为你不用买太多 你买超过的话 比如说重建费40万 你要买个100万 你真的是有事情发生 你总共就是说 他也不会赔你100万 不会说 你赔40万 剩下60万 他放在口袋 不可能 房屋保险只能恢复它原来的样子 不可能让这个人会有钱赚 所以说变成的话 最多如果需要40万重费 重盖这个房子的话 你就买40万就可以了 那有些人会说 我的产来用的好一点 可以多买一些 比如说买个多增加20 还是合理的 但就不应该买到market price 这个房子是怎么证明的 去卖100万 你重建再试试 是吧 就没必要买了100万 买太多 首先他还不会赔你 第二你保费比较贵 所以说在纽约的话 因为房子房价贵 所以很多人说 我们花了100万 买了为什么不给我 卖100万的保险呢 所以其实就这个区别 但同样的一个房子 如果你把它放在Florida的话 他market price 可能就20万 因为房子还是要40万去盖 所以说其实对我们做房屋保险来讲的话 主要看的就是重建倍 并不看你这个房子买了多少钱 OK 那接下来就有一些package 那买一个房屋保险 有可能有一个H-O的package 或者DP的package 主要是包的范围不一样 就是说简单来讲 H-O的话 它包的更 那个范围更广一些 比如包偷盗险 又包树 有这些 在H-O如果你住在长岛 或者山州 地大树多的话 应该买个H-O 那如果在纽约市五大区的话 因为地都很小 树一般来讲都被房东砍了七七八八 然后就是 只是在门口那个树 因为属于政府 你也砍不了 所以其实那个树倒了 其实政府负责 不是你的 所以有些 特别在房镇这边 地都两三千尺这种 他们会觉得我买个DP就好了 反正树也不是我的 然后偷东西的话 在纽约市这边会比较贵 所以他会觉得 那我就 很多人说我家也没什么东西可偷的 他们就会 选择稍微经济实惠一点的package 买DP的 所以在这一方面呢 其实我们 会跟房东解释清楚 然后告诉他这个package 这个保单是包什么 就是这个AG和BG 区别在哪里 然后他们保费区别在哪里 这样的话呢 房东自己可以选择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是根据客户的实际的状况 我们建议 首先要做对的保险 在对的保险的前提下 按照你的要求 选对不同的保险计划 我们公司代理接近100家的公司 为客户比价 争取最好的一个保费 但是我上面讲的 很重要一个东西呢 要先买对的保险 只有买对了 我们才可以谈 后面的索赔这些 如果买错的话呢 就算再便宜也没用 是吧 也是烂危险 所以我这边呢 现在可以开放 就大家有任何问题 你让我知道 你可以直接问 也可以发这个message 在这边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在chat里面 好 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 unmute自己 可以直接问 我先回答一下这个 chat room 里面一个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dp dp dp的意思叫throwing and fire policy 怎么去解释这个东西呢 我简单来讲 因为dp跟什么比呢 就跟ho比 ho就是homeowner policy 那这两个怎么区别呢 比如说home的package呢 它属于这种 一个package 什么都给你一点 简单来讲 比如你去那个麦当劳里面 去order一个happy milk 它里面是不是有给你一个包 给你一个salad 或者给你一个汽水 可能会还给你一个toy 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它会包了很多 就是七七八八东西很多 然后做成一个package 给你什么都给你一点 然后呢 它的保费就会贵一些 比如说ho里面可能会包一些 偷东西的保险 东西被盗了 它可以陪你 我刚才有提过树倒了 它也可以陪你树的一些 种植树的费用 或者树的清理的费用 这都在ho里面有的 那dp的话呢 它就不包这些 那dp怎么 就你可以选择你想包的 比如说我肚子 我就想买吃个汉堡 就能吃包 你把汉堡可以比喻成 你的房屋保险这个房子 我主要包这个房子 比如气水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责任型 那我就要一个汉堡跟汽水 我就吃饱 就行了 这个dp你可以选择你想要包的东西 你可以不要个人菜价 在dp party里面 你可以不买个人菜价 但是在ho里面是一定要买的 它自然就会给你个20% 或者50% 在dp你可以把它变成0 你可以不包偷 也不包数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价格就比较便宜嘛 所以有些人为了省钱 那他就选择dp的party 他知道没有包偷 也没有包数 不把个人菜价 他觉得ok 那就可以啊 是吧 就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嘛 因为我们代理很多不同的package 就是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你只要知道他保的内容 然后付这样的保费 那就可以了 ok 那这里有一个说没有报出租单 当有活险时赔吗 如果你这个是一个 比如说多家庭的房子啊 比如说我举例来讲 是两家庭 是吧 那两家庭的房子 你自己住一家庭 另外一家庭出租的话呢 那你这个房子呢 其实还是可以买自住的房子 就说一到四家庭 只要有一家庭是你自己住的话呢 他这个保险就属于自住房 那自住房 我刚才讲的就是 里面有包你自己的 到外面去住房就住啊 这些叫loss of use 也有rental income 这个rental income 如果你在你报税的时候没有报 当然你真的有发生意外的时候 你也可以通过租约 或者收据 你平时收房客的一些收据来证明 因为报税 那是联邦税务局的问题 但如果你实际上真的是有收据 这个房租的这个房客又能证明的 那保险公司应该都会赔的 那保险公司应该都会赔的 再下个问题的话 内部装商有特别的保险法吗 不太确定他说的内部说 你是在cundo那边吗 还是如果你有这个妹张问的话 如果可以amuse你自己的话呢 解释一下 如果我猜的话 内部装商有特别的保险 你说的是cundo的内部装修吗 如果是这样 你好像amuse 请问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房子现在正在装修吗 你问的是他在装修的时候的保险吗 还是已经装修好 如果你这个房子只是说装修特别好而已 那你就把房屋保险的保位保高一点就行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呢正在装修 那你要买个装修 已经装修好了 然后呢 嗯 你装修好的话呢 这些装修 对自己自己住 对对对 OK 如果你装修好的话呢 那这个装修好的这个房子 都是房子的一部分 所以说只要有发生火灾风灾的话 他还是可以赔偿 如果你装修的特别好 我上次讲究你可以多买一些 就是这样的房屋的保险会买高一些 那他自动就已经包在房屋保险里面 只要你装进去的东西 他就是已经在房屋保险里面 那你刚才提到一个Ambara Ambara呢 是一个很好很大的一个tap 很多人对Ambara都会有误解 什么是Ambara Ambara呢 其实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个雨伞 你把它想象成这样 那就对了 那雨伞呢 就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大的雨伞 下面可以放房子 可以放车子 Personal Ambara 就个人的雨伞 你可以把你个人名字下面呢 房子 汽车 这些都可以放在雨场下面 怎么放下面 你就在雨场的保单里面 要列进去说你有这种房子 你有那种房子 你有这部车 那部车 保单在哪里 然后把这些资料都填进去 你把这些资料都填进去 之后呢 你越多房子 它雨伞保险是越贵的啊 然后你越多车 它也是越贵的 所以雨伞保险 它就是一个后备险 它作为你房屋保险 还有汽车保险的后备 什么时候会赔 就是把车保险 或者房屋保险 那些保额 赔光了之后 还不够 雨伞保险就会出来 OK是这个意思 对你要单独买的啊 单独也就是说在这个 这个保险的保险 比如说同一家公司 然后呢 两家庭的啊 HO保险之外 就附加上去的 可以吗 对 这是个独立的保险 不一定是同一家公司啊 也可以说BM的公司 它专门做雨伞保险的 在买雨伞保险的时候 它会问你 在你的个人名字 你跟你太太 或者你跟你先生 你印象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保险 那你一个个把它列进去啊 有列它就有赔 不列它就不赔 OK 是这个意思 谢谢 当然呢 买雨伞保险的话 它也是有要求的啊 意思就是说 呃 在纽约州 我今天没假车啊 我们下次找机会被假车保险 在纽约州的话呢 你要买到 最低要买2万5 一个人 就是责任险啊 一个人要赔2万5 一个事故赔5万 对方的财产赔1万 就是2万5 5万1万 你只要买这样的一个责任险 你这个车就可以开在马路上啊 但是任务是很低的话 一般来讲 随便赚一部Benson 你叫做10万 是赔不够的 到时候不够赔怎么办 你就要自己讨要报赔 如果把一个人赚上 他要赔90万的医疗费 你只有2万5 那你知道80多万 都要自己出了啊 所以你才要买余赔保险 那余赔保险有要求啊 你不能买个最低的 让他做后备 如果你想做车保险的后备的话 那车保险的责任险 最少要买到一个人受伤25万 一个事故 10人受伤加起来50万 对方的财产要赔10万 就说对责任险 还是有要求啊 你要买了这么多了 OK那余赔 才能做他的后备 哦明白 嗯 谢谢谢谢 对房屋保险 那个责任险的要求 一般最少要30万 或者就50万才可以 不能太低了 啊对 我们是有买了 就是因为房子不大 然后呢 他虽然是两家庭 也就总共面积1300吧 然后呢 我们是想买100万 然后保险公司说 你这个repracement 也就是60万就足够了 因为我也告诉他说 我们里面专修 这次装了好多钱下去 然后呢 他就是说本来说50万就够 那么像这样子评估出来60万 也就你多买的话 也赔不了给你 是跟您说的是一样的 谢谢 是的 好下个问题说 如果父母住在里面管理 可以买自助房门保险吗 OK 这个也是很多人问的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会有误解 我们说owneroccupied 谁是owner 就是房器上那个人就是owner 房器上以外的人都不是owner 都是owner 对 对 你买了 就是小孩子买了房子 给父母住 父母呢 其实就是房客 只不过说他没有交房租的房客而已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如果你想保险买对的话 你必须要买个出租鞋 Tenna Occupied Pass 不是owner occupied 在这个地方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之前有个客户 是个女儿 然后呢 他爸爸跟他一起住在房子里面 他爸爸在这个住这个房子 女儿的房子里面 他自己好像在拖地的时候还是怎么样摔了 然后呢 这很正常就看医生了 是吧 就是我这里摔摔痛了 还有那个骨头裂了什么 他去看医生 那他就花了好多钱 要做手术什么之类 后来呢 保险公司就健康保险公司 发了一个表格给他 问他你怎么受伤 他怎么回答 他说我在我女儿的房子里面 那个地什么滑什么 他解释一下 然后他受伤了 就这样 把这个表格发到健康保险公司那边去 后来他女儿收到什么 收到健康保险公司 告他女儿的一个官司 因为他觉得他爸爸在那边就是一个房客 他的受伤是因为他女儿的责任 令到他爸爸受伤 这样的话呢 他就想在那个女儿的保单里面 把这个钱给追回来 因为他爸爸看了 大概有十几万的一个医疗费用 他们健康保险是赔给他爸爸做这个手术了 但是他觉得女儿有责任 所以他就告那个owner了 他不知道这个owner是谁 他也不管是谁啊 只要是owner的责任 这个房东的责任 他就想告把这个那个钱给追回来 所以其实不是他爸爸告他 是健康保险公司告他 如果他买的是自己住的话 那这个可能会有点问题 因为呢 因为他 他这个怎么说呢 他女儿就是不在里面住嘛 就是他爸爸在里面住 所以他又买的是自住房 那这个怎么赔呢 是吧 所以说 会有争议 所以你买一个出租险呢 是比较安全的 OK 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说 如果只是ID 在人不在里面住陪吗 你ID写了 你没用的话 你真的还是要在住里面 住才可以啊 我们说的owner occupies 必须要是这个人的 primary residence 有很多人买了房子 然后呢 自己在外周打工的 做餐馆的 或者什么 他就偶尔回来 在basement住一住啊 这种呢 不能算是自己住的啊 自己住的意思是 你真的在里面 as your primary residence 就主要的居住的地方 这才算是owner occupies 只是ID在那边 没什么用的啊 因为现在呢 他们去查得很快点啊 都能查到 在哪里加过油 在哪里做个什么 他都能查得出来啊 所以只是有个ID的话 没有用 OK 他有个问题 就是说 Umbra能不能包不同州的财产 其实是可以的 就看你这个Umbra 这个公司能不能做到 那么大啊 有些 我们有带的一些Umbra 这种保险 他就是做Umbra 你全美国的房子 都可以列在里面 好下面说 townhouse 买哪一种保险 townhouse就是这种 联动的一排的房子 你可以买Troll啊 也可以买DP啊 是吧 就package不一样而已 但是呢 还是要根据你的用途 来买保险 你可以买 支出的啊 出租的啊 我在装修买装修的啊 我空的那边就买空房 就是 还是正常的 根据你的用途来 买这个保险 嗯 还有一个问就说 我的rental unit was vacant for one year and the insurance part is rental insurance can I claim rental laws 嗯 嗯 这个租金损失 他也赔 那如果这个客人 他自己搬走 那这个就不属于意外了 他自己选择搬走 所以在这种情况 他就不能赔了 然后如果你这个真的空了一年的话 那你还是挺lucky 没有发生什么事啊 空房呢 你要买空房保险 就不能保留rental insurance 一定要及时的去更换保险 很多人以为就是保险 是不是等到那个到期之后可以转 其实不是 你任何时候想转都可以转 剩下的保费保险分数会退的 就不要等到一定要到期啊 你只要什么时候换了风险 什么时候你就要去改保险 比如说你现在刚买了这个房子下来 呃你打算自己住 ok 我们过户之前你买了个自住 过完户之后你进去一看 哎呀这个房子好像学区不怎么地啊 我还是不想住了 还是住个人吧 那你想出租的时候 这个房子可能的条件不好 那我是不是要先装修一下 如果你真的去装修 那你就把自住那个房子啊 先取消 换成装修的保险 那去装修 比如说装修三个月六个月 装修好了 那你这个时候呢 就说好我去找房客 可能找房客找了半年 有可能啊 那这个半年房子是个空呢 那你是要把装修保险取消 改成个空房保险 空房找真的是找到房客了 那就空房再取消它 改成一个出租险 出租了过了三个月 或四个月 这个房客搬走了 他觉得 贵啊不管什么原因呢 他搬走了 搬走之后呢 那你又变成空房 又空了半年 半年那你应该买回 买回空房 那空了半年之后呢 这个房东说我一直找不到好的房 要不我就自己搬进去了嘛 那他就又搬进去了 那这个时候他要再赶回 自助 做 自助房 意思是说你虽然就是这个保险 很麻烦 改来改去 但是为了保险的正确性 就是这么麻烦 我们作为agent就是帮你去做这样 所以说不同的风险 你就要买不同的保险 你确认真的有意外的事物发生的话 保险这边可以赔 是吧 我想问问啊 我的那个房子是两个家庭 只有一个unit是空了 还有一个房客 还有一个房客在里面 那个insurance就不用改了 对不对 就是出租的insurance就不用改了 因为我还有一个房客在里面 嗯 然后呢前提是 you have to be actively looking for tenants 你有在找房客 对 所以说我去丢空他那就不行 那你就要买一个叫partial vacant path 就半空了 也有这种保险的 就是说有一些人他真的就丢空他 就是说有些人呢就一楼 他就不想租 他就他觉得我就丢空他 然后二楼有人住 他一直就没有打算去找人 那你要买partial 我有见过这样的房东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他觉得 因为他就反映可能就后一段时间 他就把它卖掉了 他不想找任何人 他就空在那边 所以你这个空的单位一定要是在找房客 activity looking for tenants 才可以 比如说交代给金金去租啊 对 帮助啊 这样可以 OK 谢谢 谢谢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好 比如说呢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会上好多租霸的问题 因为这个pandemic造成了特别的大问题 那你说到这个保险里边呢有几项 比如说 OK if someone damaged the house OK that could be covered or like say you have a loss of rental or things like that it could be covered 那但问题租霸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啊 我相信呢 保险公司不会包 就是说 因为租霸不交钱 那他会补这个房客 the landlord 的钱 对吧 这肯定不会包 不会吧 对 对 但是呢 这个damage the house 那好多这个租霸现在就特别坏 对吧 他住在那里边呢 他不交租金还会damage这个房子 那怎么办呢 那如果这个 首先刚才你讲的 如果是他就是租霸不交房租的话 他不是意外行 这个是包括在Landlord and Tenant Court 那边去丢 去处理的 不是意外行能处理的 是Landlord and Tenant Court 需要收理这样的东西 就不跟这个意外行 but that's not expected though you know we do not expect the tenant or to damage the house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呢 这个是intentional act 不是一个意外 他就是不想知道你嘛 right 你这个是没有办法 但是呢 如果他破坏了这个房子 比如说他搬走的时候 把房子给局部给砸了 我们里面有个叫 他能恶意破坏 你可以导致上一个看一个保理公司 那保理公司过来评估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比如说冬天下雪 理论上来讲呢 比如说清理每家房子 那个雪的这个责任呢 是Landlord and Tenant together right 那如果这个Landlord 或者不住在那边的话呢 那应该是贪婪的责任 但现在呢 谁的责任怎么区分呢 要看朱友 朱友上会写谁的责任 朱友没写就是房东 如果不写就是房东 那当然 这他法官只能判了 你没写吧 那不就你的嘛 你有写房客 那就房客负责 是吧 所以说这个就要写清楚 在朱友上 谁的责任 所以说有索赔的时候 保险公司 第一个东西 要跟房东拿就是租约 不管是商业保险 还是住家保险 都会拿先拿租约看 没有租约 房东非常吃亏 对 现在问题就是说 这些租把的租约都过期了 然后他不肯租 不肯续对吧 就没有租约 然后他又不走 然后比如这些人 自己把自己给摔了 然后他又不出血 那最后房东还要受责任 那这个租约到期 并不是代表没有租约 租约到期之后 他就变成month to month 他是所有之前签的condition 是直接carry over 变成month to month 还是有租约 比如说他里面说 水费的水费 电费的水负 还是一样的 还是变成month to month 并不是说没有 就是least expired 现在 automatically become month to month lease 就是这样 所以说原来的责任该是谁的责任 还是谁负责任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加进去这一点的话 那就不可能 因为这个租把是肯定什么也不会签字的 对 没有他的同意 所以你就没法去改这个风险了 所以如果你要防止人家去告你的话 那还是自己乖乖的过去把那个血给擦了 啊 那你刚才说他这个房客自己特地把自己给弄伤的话 会有这种情况的 但是呢如果他受伤去告你的时候 我们保险公司的律师也会揭露 来去看下到底怎么发生的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意外 还是说他自己给自己弄伤 自己怎么能不能叫做制伤 如果我们保险公司能证明他不是意外 当然我们不用赔 光是会打赢的 又不是说每次打我们都输了 就前几天啊 我刚好有一个客人就是这样 他在College Point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呢他买了房子之后 已经买了三年了在我们这边 他第一天租下来好像就没有收到过房租 他说我第一栋第一次买房子 然后呢第一个房客就不叫住了 他自己也住在里面 他给气死了 就是他住了 这个房客住一楼他住一楼 然后就天天在那边吵 然后呢找这个找那个很大的声音 两夫妻在上面也在吵这样 然后他就是不叫房子 然后他说自己受伤了 然后这个时候还要叫房东再给他签个合约 他说要去申请什么长期来补助我这些 房东说你都不叫我三年了 房东还给你签什么主任 他就不会想给他签 他就说你不签是吧 那到时候呢我受伤了 我就告你去 这句话说了两个星期之后 他就受伤了 他说预干那个洗澡那个推拉门的玻璃 掉下来把他手给割了 但是问题是那个房东讲 这是一个什么玻璃那种叫做干化玻璃 他一碎的时候就变成一粒一粒的 但是他的照片说像那个那个那个手啊 好像被切割的这种痕迹 他就觉得他这个肯定不是那个手上 那肯定是自己怎么弄的 之后呢他有可能把那个这个玻璃门给砸了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呢现在是一个官司 所以我们的保险公司已经介入了 去帮他去跟他们去打这个官司 所以反正这个也是算是比较倒霉的一个房东 所以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收到官司呢 最起码那个律师费保险公司 现在已经接手了 所以就这样 因为我的这个出现有种事 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吧 其实都产的很清楚了 然后这个租坝呢就有一个Nurse来visit他 然后呢他就瞎说 他就说那个血没产 然后呢那个Nurse还给我发了一个text message 威胁我说那个就是说他要去报政府 然后我就赶快让我那好的房客 把那个照片都拍下来了 然后万一他要去sure我的话 我们就有照片 但问题是就是说现在这些租吧 不仅不交钱吧 他们还太坏 真的是太坏了 我就觉得我们怎么能够保护我们自己一下 首先就买对的保险了 把保险买对了 该买出租的买出租 该买自己就买自己就是吧 保险先把它买对了 然后自己及时的就是说 因为他也有规定 你需要停的时候 多少小时之内一定要去清理 你只能是尽力最大的能力去做这一部分了 然后同时间赶快找律师 该赶他们走 把他们带到Leno Tenant Court 去VC Tenant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现在因为房客就是这边 纽约市的这个法庭啊非常保护这个房客嘛 所以就令到很多房东有这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啊 但没办法这个现在就是这样的丢嘛 然后我们希望这个法律能尽快的改变 然后能保护多一点房东这边是吧 所以啊现在就是嗯 嗯 房旅游世界呢是这样 是吧 可能 Sharon是不是可以帮我们 等她当选之后可以改变一些法律是吧 啊 所以啊这些啊 那我接着回答哈 由于说说一部分自己住一部分出租 是买自租的 没错 只要你自己住一个家庭啊 不能说住一个房间啊 嗯 只要两家庭一家人自己住 那就是自己住 那还有人问就地下室有那个炉头 但是没人住能赔吗 那就要看这个火是从哪里来的啊 如果地下室有炉灶 但是没人住是没关系的啊 因为他不会这里不会有问题啊 但是如果地下室有炉灶 然后呢在地下是这个呢 不合法的单位里面有人随导 火属从这里出来 那就有可能保险会有争议在这 嗯 说如果诸佑上写房客负责轻女塞卧与长血 万一房客没有常有人受伤 这房东会理赔的话呢 首先呢我们保险公司呢 会先看出约 出约写的是房客负责 我们就会首先就把这个官司推给房客 房客要自己去请律师去打这个官司 我们的保险公司会站在房东的角度上 把这个官司推给房客 所以说像很多人不太清楚 如果你有房子租给房客的话 你应该要求房客买一个Renter Insurance Renter Insurance里面就有包这个责任写 如果是房客负责清理长血 有人摔倒清理不干净 房客那个Renter Insurance H04 他就会拿出来赔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哈 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 如果做一个很充顶的房东的话 你应该在主流上写上 房客任何时候都要买他自己的Renter Insurance 都给他写上 如果你不喜欢他养狗 你可以去写Nopad 任何Pad都没有 就Nopad 因为呢你可以歧视宠物 但是不能歧视人 是吧 不能歧视种族 但是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你有养的宠物 就是Nopad 可以 你写上的话呢 那对房东是一个保护 我们最近发生一个很奇怪一个claim 就是说房客的狗把邻居的 邻居那个owner咬了 所以现在呢 受伤那个邻居把房客跟房东一起搞 所以说这个呢 因为我们的房东的跟房客欠的主流 已经写了Nopad 所以变成的话呢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好一点的case 我们会 就我们这样呢 我们房东这个保险已经介入 帮他在打官司 这个呢 他会把这个官司推到房 用房客的狗咬的人 所以如果房客买了自己的保险的话 他的责任型那边也会帮房客去处理 这狗咬到人的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说 OK 出租出租的保费有多少区别 大概15到20% 如果自己住是七八百的话 出租可能就在一千块左右 大概是这样 没有差很多 然后房客自己偷偷取消rent 什么办 他取消的话呢 是这样的 一般的话你的猪幽不是一年 是吧 你一年到期的时候 你重新签猪幽 你叫他重新拿 他偷偷的取消 按道理 没有办法 但是呢 你要他拿这个每一年到期的时候 你要给他要这个保险 那他不给你 你可以不 你就可以取消这个猪幽了 是吧 他已经违反了猪幽上的规定了 是吧 所以你可以这样做 那实际上 用这个理由能不能把房客给赶走 就不好说了是吧 但是你可以 你可以写上 你可以提出这样的一个 一个理由 好像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这样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你可以unbill你自己 可以直接问 如果没什么问题呢 看看可以交给学员 对不起师先生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说你这个自住的保险 和这个房客 就出租的保险 除了价钱上有区分的话 就说实质上 比如说 在英文上 这个contract do they name differently? what's really how can I tell this is a rental insurance this is like you know you leave it over there by yourself 对对对 你要看那个保单 如果对保单 不太 不太知道怎么看的话 你可以发给我们 我可以帮你看 就是很大的一个字里面 会写occupancy 然后写了owner 那就 那就是自己做的 如果occupancy 写tenant的话 那就出租了 好 好 OK thank you 他说 刚才说 要求房客 买一个什么样的保险 我 那个叫 我把它打在这里面 叫renter insurance 然后呢 他这个form 这个package 叫H4 这个很便宜 一年就是大概200块钱而已 就根据这个房客的财产 比较高低 就买一个 比如说房客的财产 保个2万到3万 加上100万的责任金 一年也就是两三百块钱而已 不算很贵的 保什么是吧 renter insurance保的 它也是个package 主要是包房客自己的财产 比如说他自己的衣服啊 家具的电器 因为火灾烧掉之后呢 他那个保险公司可以赔给房客 就是他自己的财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万一这个房子被烧的时候呢 房客买了renter insurance 那他也会要帮到外面去租一个地方 是吧 那租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 这个房客这个renter insurance 也会给他一些钱去租房子 再加上他还有什么一个责任性很重要 就是他的朋友 在这个出租房里面受伤 但是因为他的那个过失他也开赔 他有些狗啊 咬了的人他也开赔 只要是这个房客而造成的过失 令到别人受伤 或别人的财产受伤 他这个renter insurance就要赔出去 哪一家保险公司比较好的话呢 我们其实带你接近100家公司啊 就很多 就根据你的位置啊 你是在纽约市啊 上州外州还是长岛 我们会帮你选一些不同的公司啊 有很多公司可以选啊 价格都不一样 有时候也要看你的信用啊 有些看你的风险 靠不靠水啊 这很多事情要看 所以如果你有 你现在已经有保险啊 如果想比较的话 你可以直接把保单发给我们啊 我们就首先会帮你解释你保单的内容 你在保单包什么啊 然后确定这个就是你想买的 然后我们去帮你去比较价格 然后就帮你找个 尽量帮你拿个更好的一个价格吧 在对的情况之下啊 我们保险不对的话 就是我们都都不用谈了 这就没法 没有办法比较了 如果房客没有买renter insurance 并且偷偷养狗 然后把狗板咬了房东负责任呢 房东负责任呢 就是要问房东有没有责任 他们都会告的啊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只要在你的房子里面 任何人受伤 房东都会被告 你就会被告 然后呢 我们保险公司的律师 收到这些告票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去看 我们的房东有没有责任 如果有责任我们就要赔 那责任占百分之多少 比如说房东有百分之十的责任 那就赔百分之十了 什么时候房东会有责任 首先第一 如果这个房 这个狗啊 已经有这种咬人这种迹象 或者有人complain 你没有做任何东西 比如说你没有跟房客讲 你不能养狗 我合约上写了 狗要怎么送给人家 怎么处理 你要介入 你要让他知道 你是不同意的 right 然后呢 如果他有养狗 又没有围栏啊什么 你是不是应该说 怎么做 就是说你要做一些东西 要让发一封信 找个律师 发个律师信给他 说这个是不允许的 你要马上停止 或者你们要帮走 就是这种的话呢 最起码就是说房东有做一些东西 是吧 你什么都不做 那就有一部分的责任 众蒙他们 那你说了 利说不养狗 就是猪油上说了不养狗 他就特别养了 你只能说尽你最大的能力去支持他 或者叫他不要停止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或者因为这个猪油的问题 你叫做说合约取消 你要赶快帮走 就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呢 到底责任有多少 只能通过打官司才能定下来 每一个人责任账办是多少 责任错多少可以多少 你好 我就想问一下 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租约上面说不准养宠物 但是有一些是那种叫service dog 或者是叫那种什么emotional self support dog 那种的话是不算是宠物的 那那种把人咬了的话怎么算呢 房东拒绝 你像这种handicade这种的话呢 他们要养的话你没有办法 一般这种狗都不是aggressive dog 一般都不会很凶的狗 其实如果做这种service 所以你不能说不能让他养 没有办法 你说那你要不要买个保险 给自己弄个renter insurance 万一狗咬到人 你自己起码有个保险 可以赔给别人是吧 所以你可以说你真的有这种狗 那你要买个renter insurance 有renter insurance在的话 最起码房客的保险先拿出来赔 相对比较安全一样 像那种emotional support dog 那种他不算是service dog 那种是相当于就是随便找个心理医生 他就可以给他开一下 他就完全就是拿来就是 不想付pets fee的那种dog 但是你又不能拒绝他 所以说只能把保险买上嘛 有问题的话就保险公司去出 好谢谢大家这么积极 就是Alex今天真是讲得非常的细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希望大家把Alex这个二维码截下图 把这个师先生的电话留下 我们有很多保险 不管是我们因为优富商业联盟请了Alex 今天只是讲房屋保险 你的人寿你的健康你的生意各种保险 你需要有一个专家来帮你看的 假如说大家有单独其他的问题 希望大家直接跟Alex这边联系 Alex也是人非常好 我从来都是很多的细节的帮你去考虑 包括你什么需要保什么不需要保 不管你是有出租的还是你是mix use商业的 你就直接把他带过去 Alex's office也在flashing 好吧 今天谢谢Alex 我们Sharon还在吗 Sharon还有个会 Sharon这边也是因为出来帮助所有的小房东 来争取社会上一些福利出来做选举 所以我们今天请了Alex来给大家恶补一下 希望大家有细节的直接跟Alex来联系 好吧 好 那谢谢大家 假如说有其他问题 直接跟Alex联系 或者关注我们优富商业联盟的YouTube频道 好 谢谢Alex OK 谢谢大家 OK Thank you 拜拜 拜拜